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想就直接来请教你 那本席的提案就是你如果碰到礼拜六就礼拜五补休 碰到礼拜天礼拜一补休 请问市长你赞不赞成 报告委员因为这个议题的话 我们因为委员提出来我们也非常的重视 所以事实上在我们看到这个意见以后 我们跟相关单位在召开过会议延伤 而且同时我们在今年的四月份的话也举办一个民调 针对这个民调的话也就是说陷阱的调译的部分的话 是不是要把只要放这个假日都应该要补假 那经过我们民调的结果的话是61.3%的民众的话 都赞成维持现在的规定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所以我们最后在朝案里头的话还是维持现在 就是只有春节跟除夕有补假的规定 我第一次听到你们有一个民调做这个这件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可能自己愿意花钱花15万我也去做个民调 我做出来如果是六成都赞成的话 你是不是马上从善如流 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个东西我不太相信 如果你们有民调的话早就会拿给我看了 而不会等到你现在的话才在这个地方提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那你为什么春节要去做弹性的调整呢 你春节为什么要做连续的假期呢 要什么要补假呢 你也可以不补假 如果你按照你那个逻辑啊 也可以不用补假 为什么春节要补假呢 对不对 如果你那个逻辑是对的 那就不用补假嘛 春节不用补假嘛 报告委员 其实因为现行的 因为春节跟除夕现行就是已经有补假 那请问你现在除夕那一天放假是放假还是补假 除夕的话是放假 除夕是放假 对 是不是这样 对那如果他调语的话 他可以到就是最少有六天或者是九天 对那本席刚刚讲过 像去年喔 国定假日被吃掉 四个都落在礼拜六啦 所以本席认为就是说 这种比例的变化 到了101年又会出现 又出现三个啦 本席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规定国定假日的放假日的话 每一年除了周秋有11天的话 你就把那11天老老实实的送给人民喔 不必去做任何的规范 那这样的话是一个很清楚的 所以为了一劳永逸 你就必须有逢六五补逢日一补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这样的概念你说民意反对 是不是 你再讲一遍 是确定你说民意反对 我们的民意调查的一个问项的话 是维持现行规定不需调整 是有百分之六十一点三的民众 你这种题目就 你这种题目就不清不楚嘛 对不对 报告委员 我们的题目里头也有说 一个就是改为放假日之纪念日 节日逢利假军艺补假 那民众的话是十七点六六赞成 那我们维持就是说民俗 节日才补假的 那也是十七点六四 不过没有关系 如果今天我们朝野党派立委 都觉得要采取本席的看法的话 那当然你们也尊重立法院是不是 是 我讲立法院审议法案 我们当然是尊重立法院的公式 那本席只是跟你讲这个道理 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这个东西 在当时整个朝案的沿泥的过程当中 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 也没有去借进他国 像美国他们处理这种放假的模式 他其实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的作用 而且他形成一些 每个一年当中有一些不特定的连续假期 其实对整个社会的促进社会经济是有帮助的 而且本席查过 我特别请教过行政员主记处 行政员主记处有没有代表过来 主记处有没有代表过来 主记处没有是吧 主记处公开的表达 就是说他们认为这种连续假期的话 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经济的作用 而且对于所谓的企业的经营成本的话 他不会造成重大冲击 因为他可以自行调配他的工作上班的时间 或加班的时间 他可以是做自由的一个调配 另外就是吴敦丽院长也同意认为说 三八妇女节其实也应该基于整个尊重女权 他也认为应该要放假 那你们后面又把它推翻掉的主要理由是吗 推翻吴院长的想法理由是什么 报告委员 我想这个议题的话 一个就是说到底哪一些假日 因为从刚刚不同的委员又主张 不同的日子都应该要放假 那一个是哪一些日子要放假 那另一个议题就是说 我们总放假日要不要增加 因为我们目前本来是一百一十四天 总放假日已经增加 因为儿童节的话已经增加到一百一十五天 那如果还在继续增加的话呢 那就会增加我们的放假日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想不是只有内政部自己的意见 因为这个部分涉及到工商企业经济发展 所以我想我们也必须看看 包括我们今天在座也有很多不同部会的话 或许大家都可以跟这个问题再来继续讨论 那另外儿童节 因为本席的主张跟我们院板都一样嘛 都是放假 但是本席是认为就是说 为了避免大人打混 利用儿童节放假 大人跑去玩大人的事情 所以应该要把儿童节这一天 要把它同时定为国家亲子日 应该鼓励大人 因为这是属于儿童的节日 所以你那一天要陪儿童 你家里面有小孩的要陪小孩 你家里面没有小孩的 也尽量鼓励你出去带其他小朋友玩 我觉得这样的话 儿童节变成国定假日才有意义嘛 我不晓得我这个观点 次长你同不同意 这个部分的话是委员的观点的话 跟我们的立法说明其实已经很接近 我们立法的说明就是希望说能够增加亲子的互动 那这个要不要再把它定为叫做亲子日的话 我想我们会带回去啦 再来 那请问这样 如果把它定为国家亲子日跟同时 它又是儿童节 请问有没有冲突 因为目前的通 通是国际上 我们看到的时候是在儿童节 对 那所以说要不要用另外一个国际亲子日来取代儿童节 我想可能也是需要 不是取代 同时 同时 本习的意思是它是儿童节 它也是国家亲子日 这样可不可以 那如果是亲子日的话 我们到时候可以用我们第十一条的规定 第十一条规定就有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会商友团机关来定为特定的这个日 那要不要在同病在同一天的话 我想委员的指教我们会带回去参考考量 本习对三八妇女节 如果也定为国定假日都全国休假的话 本习的观点也是男人要陪女人 老公要陪太太 真的 男生要陪女生 男朋友要陪女朋友 那如果是单身寡人的男生 也应该找机会的话 去向女性尊重女性 这样的话 三八妇女节如果它变成国定假的 它才有意义嘛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我们在定这些假日的时候呢 不要只是一个白子黑字 无血无泪的一个条文说明 它应该要更好的一个社会运动的概念 政府要变成一种社会运动的主导者 来告诉这个社会说 我为什么今天要放假 放假意义是什么 儿童节放假 鼓励你亲近孩子 国家亲子日 三八妇女节放假 鼓励你尊重女性 请你要陪女性 陪你的太太 陪你的女朋友 尊重女权 陪你的母亲 我觉得这样的话 才有它的意义嘛 是不是呢 对 所以自然我是觉得说 这里面 如果我们今天整合性通过之后 未来在这个节日的 放假的意义当中 政府应该做更深刻的一些论述跟行销 尤其是对学校的孩子们 应该有更深刻的一些 对国庆假日或节庆假日或节日的一个放假的意义 做深刻的一个描绘 好不好 好 谢谢 这个我们会很 对 那最后一个部分 刚刚月立公司委员问到一个 我跟跟市长提一下哈 就是地方制度法五十八条有关 区长 他可不可以由原来的乡镇首长任命的问题 这里面出现一个当时我们立法上的一个问题哦 我也就说我请问市长 賴清德市长当选大台南市长之后 台南县的乡镇长如果可以转任区长的 他可不可以不不派任 我们法上规定是应要派任 这是法上明定的 法上只有讲得以机要人员禁用 所以他不是哦 所以市长你刚刚回答你公司委员是回答错的 他的法律条件是得哦 他是得哦 那是得以机要那是指任用方式 可是要派用的话应该不是 不好意思我现在手上没有条文 我的意思说賴清德市长他可以不派用原来国民党的乡镇市长担任区长可以吗 可不可以 我们已经会上相关机关的话都已经正式函视给各地方政府就是应该要派用 除了说消极就是我们规定资格不符合或者是已经任满两任的才可以不派用 你现在没有办法去禁止賴清德委员他可以违背这个事情哦 你现在只有说告诉他说建议他要这样嘛对不对 因为你你现在地方制度啊 没有白纸黑字说他不可以你只有说他他他得以那如果我不要呢我选择一个有官派检任资格实质等的任用的人到台南县的新营区担任区长难道不可以吗 比如台北市大安区我派一个有任用资格的公务人员那请问可不可以 哦报告委员目前我们相关规定是不可以的 只要他现任的 哪里哪里哪里说一定要派现任 法律条没有呢 我等会会把呃条文再跟委员再做详细的说明要因为我们目前相关的规定应该是应该要要派 好自然我希望你这个回答是正确 因为这里会马上会形成一个新的12月25号的新的政治问题出来 如果他坚持不派而且他用一个有值等的公务人员的话 那你到时候你要拿一个条文说他不可以 再来第二个你说他如果在担任区长那段时间当中不能把他调区 你法律条里面也没有规定说不可以哦 对但是我们会后呃就是在条文以外我们跟相关机关有做过会商有正式函事 有正式函事 这个函事是什么法律是法律意义的吗 是根据哪个法律条文 我们还是要到地制法的58条 因为有时候法律条文规定未尽明确的时候 我们行政机关是可以用函事来给他做补充规定 但是我如果这样的话我初步听起来你你预约了58条的授权犯 58条没有讲的那么细 也没有说其他不足的部分令行政命令补充也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当年你们院版的版本在立法院协商的时候 本席就提出来但国民党党团也没有注意当时乱糟糟的 然后你们院版里面你们自己也没有也写的疏漏不够清楚 所以现在被显成一个政治争议出来啊 所以如果陈菊他也不派其三的政党当任区长的话 那站在公务人员的任用当中 他只要找到一个有合法任用资格的公务人员去当任区长就可以了 他没有说他一定要遵守你那个规定 因为58条里面没有这样的规定 所以本期当然我还是保留我的观点 如果次长刚好更明确的资讯的话 再给本期做参考 好我们最后会把相关的规定跟韩式都一边跟我向委员做出